我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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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子与陈毅一同出演的沉香如蟹 到底有多甜 从银品刻到幕后的网友们 纷纷扛起奇奥夫妇CP大旗 不得不说 两人的互动太上头了 就连现场的导演都露出了一脸一目笑 一向单萌可爱的陈毅 到了杨子这里 瞬间变成闹腾的大哥哥 陈毅化身主动心 片场不断逗杨子开心 留下一旁的导演 默默狂吃狗粮 除了拍戏 两人私下里的关系也不一般 在沉香杀青后 便迎来杨子的生日 有着六七年感情的老朋友陈毅 低调参加姊妹生日会 并送上祝福 在陈毅的心里 杨子并不只是一家公司的同事 在一次采访中 陈毅被问到 有困难时会向谁求助 她毫不由于说出了杨子的名字 可见两个人的感情有多深厚 而在拍戏片场 陈毅对杨子的爱意更是藏不住 迄今杨子上线时 陈毅永远是一脸宠意地望着她 这样的举动也让不少网友大吃一惊 直面爱情的她居然这么反常 这还是观众认识的陈毅吗 果然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时 便会卸下所有的包袱 片场毫不避嫌地搂住杨子 杨子下意识就是低头害羞 一向已难得要求自己的陈毅 对杨子为什么就没有所谓的安全感 只是满满的宠溺与关心 妥妥的暧昧名场面 此外陈毅在一次扫楼活动中 说到应冤会惹老婆生气 随后一脸男人的笑意 在片场时 两人的关系也十分亲密 戏精斗区的两个人搭配在一起 让大众网友更加看好这对 戏里戏外甜度爆表 在此前采访中 陈毅就透露出 自己更喜欢搞笑可爱的女孩 这么说来 陈毅对杨子的感情 原来早就有迹可循 怪不得能和杨子打成一片 一向冷静的陈毅 面对杨子 她选择了主动出击 片场视线从未离开过杨子 这炙热的眼神 悲愤看了都会心动的程度 就连她两吊威亚的气氛 都能这么甜 陈毅紧紧握住杨子的手 结束后还不忘细心扶着杨子 丁气狂魔的陈毅 心动算是瞒不住了 她所有的表现都太真实了 乖乖被牵的陈毅 肉眼可见的脸红 却装作一脸淡定的样子 不得不说 咱们小猴子的魅力 真的好强大 众所周知 杨子的体重 一直被其他男明星 当作调侃的话题 而到了陈毅这里 不愿提及的体重 却变成了杨子的闪光点 拍戏片场 对着杨子一顿夸赞 看得出来 她真的好宠杨子 除了帅哥美女一脸的适配度 在吻戏这方面 他俩也是一点点心动 沉香夫妇唐芬超标的画面 观众可是太爱看了 不过此前的陈毅 并不是这么专注 琉璃之吻 怕是观众对陈毅最大的误解了 这画面真的好尬 遇上杨子的她 瞬间开发新技能 不得不说 陈毅的大型双标现场 有心思 但不多 我看谁还没有嗑这对甜甜的CP 拍戏片场 两人似乎看出了对方的醋意 陈毅这一段苍白无力的解释 是谁嘴角在疯狂上扬 我不说 怪不得两人频频传出绯闻 真的很难忍住不嗑 懂事的导演已经狂放花絮 这场面是我不付费就能看的吗 瞧瞧陈毅这副不值钱的样子 值得一提的 还有两人经典的地牙之吻 开摄结束后 他们久久未从戏中走出来 杨子不断地抹着眼泪 而一旁的陈毅 斧头直钉杨子 显得格外的不对劲 就差把藏不住的感情 写在脸上了 戏外陈毅采访时就说到 自己一直相信日久深情 我不是说相信一见钟情 我是日久深情的那种 这不就是在说与杨子的感情吗 观众真的坐不住了 于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寻找两人恋爱的证据 在陈毅参加的一档综艺节目中 杨迪与李雪芹的屏风网环节 陈毅看着画面 不禁想起了杨子 此时的他早已红了眼眶 网友纷纷留言道 再不官宣 网友就要自行脑补CP剧情了 下意识的举动 真的骗不了人 陈毅你还要藏多久 在一次直播互动中 一向活泼的杨子 日常调感陈毅 主持人都开始吃起了两人的狗粮 陈毅瞬间害羞 说话都变得语无伦次 一时间还忘记了该走的流程 看来陈毅的活泼 只能留给杨子啊 如果真的藏不住 姨俩就赶快在一起吧 粉丝们快扛不住了